三千俄軍被包圍 美媒 拜登下令美軍為與中俄朝合對抗作準備 民主黨大會收爆破物威脅 民主黨黨綱手納對台六項保證 韓國統戰廣播生效 朝士兵越地雷震投誠過程曝光 特朗普邀請馬斯克入內閣 賀錦麗拒絕特朗普福克斯辯論 美導彈覆蓋中國全景 岸田促成天下圍貢大局 關正世界和YouTube的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北美快報 我是思琦 首先謝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21日 星期三 8月20日 烏軍總司令希爾斯基宣布 烏軍已經控制了 庫爾斯克地區1263平方公里的土地 和93個定居點 推進了28公里至35公里 此同時 美國媒體更日披露了一份 超機密核戰計劃文件 顯示拜登總統下令美國軍隊 為可能與俄羅斯、中國、朝鮮的核對抗做準備 烏軍8月19日 以南下庫爾斯克的科列列玉 科列列玉是庫爾斯克西部最大的鐵路 樞紐城市 而且鐵路直通烏克蘭的蘇梅 這會使俄羅斯境內的烏軍 後勤運輸將大大改善 此同時 據消息說 俄軍在波克羅夫斯基方向 試圖反攻烏軍 共計執行了46次攻擊任務 但都被烏軍擊退 據《快報》的報導 烏軍在庫爾斯克 炸毀了塞姆河上的山座關鍵橋樑後 使科雷雷夫斯基區的俄軍 以外面主力軍隔絕 因為有多達3,000多名的俄軍 可能會被包圍在庫爾斯克地區 烏克蘭還剩下5公里 就可以完成包圍圈 另外有消息說 普京鎮路要不惜一切 在10月1日前 將烏軍趕出領土 俄羅斯國防部宣布成立 別以哥羅德、布梁斯克和庫爾斯克部隊 除此之外 20日《紐約時報》報導說 在今年3月 拜登批准了一項高度機密的 美國核戰量計劃 該計劃首次調整了美國的威懾戰略 將重點放在中國核武庫的迅速擴張上 拜登總統下令美國軍隊 為可能與俄羅斯、中國、朝鮮的核對抗做準備 報導說 白宮沒有宣布拜登已批准了這項名為 核應用指南的修訂版戰略 該戰略首次讓美國做好準備 應對來自中俄朝的 可能協調的核挑戰 這份每4年左右更新一次的高度機密文件 沒有電子版 只有少量打印件 分發給少數國家安全官員和5個大樓指揮官 但最近兩位拜登政府高官 被允許在拜登離任前 向美國國會提交一份更詳細的非機密通報 其中暗示了這一變化 今年5月前 美國太空政策代理助理部長羅蘭說 拜登最近發布了更新版核武器使用指南 應對多個擁有核武器的敵手 他補充說 美國的治癒力轉向中國快速增長的核武庫 今年6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軍控裁軍和防擴散高級主任雅迪 也提到了這份文件 他說 這是首份詳細審查美國是否準備好 以核武器和非核武器的組合 來應對爆發的核危機 雅迪表示 這新戰略強調同時威脅 俄羅斯、中國和朝鮮的必要性 這份新聞件嚴肅警告 無論誰在明年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國總統 他都會將面臨一個比3年前 已經改變的更動盪的核形勢 普京曾多次威脅 要對烏克蘭使用核武器 在2022年10月 拜登根據接獲的俄國高級指揮官之間的對話 擔心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可能會上升到50%甚至更高 為此拜登和德國、英國領導人一起 促使中共和印度發表公開聲明 表示在烏克蘭不應使用核武器 這場危機得以緩解 至少是暫時緩解 報導指 第二個重大變化來自中共的核野心 在習近平決心廢除最低限度的核威脅力量戰略下 中共的核擴張速度甚至超過了美國情報官員 兩年前的預期 中國的核綜合體 目前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 蘭蘭表示 我們有責任看到世界的真實情況 而不是我們希望或盼望的樣子 新的挑戰是 我們的核武敵手之間 確實有可能進行協作甚至勾結 報導說 今年7月 就在宣布不再尋求民主黨連任提名的前幾天 拜登在最後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承認 他已經採取了一項政策 設法干預更廣泛的中俄夥伴關係 但到目前為止 在總統競選中 美國核戰略面臨的新挑戰 還未成為辯論的話題 拜登從未公開詳細談論過 如何應對中朝核武府的威脅 而何錦麗也沒有 民主黨大會今天進入第二天 但大會收到多起炸彈威脅 在8月19日 美國總統拜登發表了動情的告別演說 在同一天 民主黨通過2024年版黨綱 而何錦麗也公布了 準備將企業稅提高到28% 再次引發熱議 8月20日 民主黨大會的第二天 收到炸彈威脅 芝加哥市中心當局 對幾次炸彈威脅 做出了回應 大會附近的多家酒店 收到了令人震驚的炸彈威脅 說已經放置了管道炸彈 警方出動大批警力 對周邊展開調查 包括附近酒店 努力確保該地區的安全 觀眾朋友好 我是方偉 是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 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在芝加哥的前線的特約記者 好 那麼今天呢 是民主黨代表大會的第二天 今天的主題叫做 About Vision for America Future 就是講的是美國的未來吧 未來的這個繁榮願景 那今天發言的主要是像 眾議院的多數黨領袖 Jack Schumer還有眾議院的 就是弗芒特州的 也是社會主義主張的參議員 Bernie Sanders都會講話 還有在賓州的州長 叫普利茨克也會做今天的演講 但今天最重要的壓軸的講話 就是奧巴馬 還有奧巴馬夫人Michelle Obama 那明天會給大家報告 今天晚上的這個演講的主題 和主要的看點是什麼 昨天拜登由女兒阿什麗介紹入場 他向舉著標主的人群揮手致意 他一現身 現場就爆出熱烈的歡呼 掌聲持續了4分多鐘 也讓拜登忍不住抹眼淚 拜登在台上發表了近50分鐘的演說 過程中 他細數任來經濟外交施政成就 他還提到中國 他說當我就職的時候 傳統的觀念是 中國將不可避免地超越美國 現在沒有人這樣說了 拜登在演講時很動情地說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 我犯了很多錯誤 但我盡了最大的努力 50年來 我將我的心和靈魂獻給了我們的國家 當我進入參議院的時候 太年輕 現在作為總統已經太老了 我希望你們知道 我對你們所有的人 心懷感激 他在演講中強烈呼籲 選民將選票 投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 而賀錦麗也出人意料地 上台和拜登擁抱 並發表了講話 拜登的演講被認為是他 要告別50多年的政治生涯 並且象徵性地 將火具傳給賀錦麗 所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 就給了拜登足夠的認可 甚至給他的掌聲是5到6分鐘之長 那拜登也在演講中說 他為國家付出了他最好的東西 對於整個的民主黨來說 等於是翻過過去一頁 下面就是聚集在哈里斯的周圍 那麼這個聚集做得怎麼樣 其實做得是相當成功的 昨天從傳統的政治人物 希拉里克林頓 到溫和派的肯塔吉州長 到民主黨極左派的AOC 無論是從極左還是溫和 從過去到現在 都在大會上就誓言全力頂哈里斯 所以民主黨等於是黨內 在這個會議中完成團隊整合 來打11月大選戰 那麼昨天我們說的 在場外的抗議的活動 並沒有對民主黨大會 形成強大的衝擊 但是確實造成了影響 因為民主黨在逐漸地 接納他們的這些聲音 並且開出了一個會場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不用光在外面 還可以進來 除了支持巴勒斯坦的運動之外 種種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者 昨天都在抗議現場登臺 去參加民主黨大會的年輕人中 去招募他們新的人手 所以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現在在民主黨黨內 逐漸進入叫做 normalization 逐漸正常化公開化 和旗幟鮮明化吧 不過何錦麗執政第一刀 已經指向美國大企業 在19日 何錦麗表示 將支持拜登近年來的提議 繼續推動將公司稅率 由21% 調至28% 這也是何錦麗作為總統議程 提出的第一項增加收入的重大提案 何錦麗團隊發言人 詹姆斯辛格表示 這個舉動目的是 確保億萬富翁和大公司 支付公平的份額 同時支持中產階級 何錦麗這個主張 以特朗普的政見有極大差異 特朗普提議將公司稅降至15% 《金融時報》指出 英國公司稅稅率為25% 美國約調高到28% 將成為先進國家中稅率最高之一 外界有觀點認為 何錦麗最新公佈的經濟計劃 比如 為首次購房者提供25,000美元的現金資助 這些錢從哪裡來 有可能就是加稅 向美國企業加稅 有人認為 給企業加稅 壓力會倒向中小企業 和廣大的工薪階層 對大富豪動搖不了 這個政策 最終是會讓中小企業 和工薪階層無法律觸 不過 預計共和黨 會對這個提案提出質疑 因此 誰控制國會 對於這個提案的通過 至關重要 朝鮮一名年感二十多歲的士兵 在二十日凌晨 不惜翻越重重地地雷震 最後跨越軍事分界線 向南韓投城 南韓軍方目前正對該名士兵進行調查 有分析認為 該士兵可能是受到南韓新戰廣播的影響 最終決定脫北 根據韓連社等多家媒體報導 這名朝鮮士兵當時伸穿軍服 軍含系上市 20日凌晨 他沿著人跡罕節的江原道高城東海線鐵路附近小路步行南下 翻越重重地雷震 途步越過軍事分界線後 在南韓陸軍第二十二師作戰區域投城 南韓聯合參謀部表示 這名軍人從東部戰線軍事分界線以北一路往南遇動 南韓軍方就透過設備密切追蹤監視 南韓軍方已將投城人員移交有關部門 相關部門正在調查距南下過程等具體情況 根據朝鮮日報的消息 儘管這名朝鮮士兵越過軍事分界線 而在今年4月起 朝鮮向兩韓交界前線地帶 投入了數千名士兵在那裡鋪設地雷 興建反戰車圍牆 主要就是防止朝鮮當地居民和士兵脫北 在埋設地雷的過程中 還傳出了十幾起誤碰地雷引爆的事件 造成多名人員死傷 至於這名朝鮮士兵是沿著哪條道路 越過軍事分界線脫北? 南韓解釋 他並不是沿著鐵路南下 而是從鐵路附近的開放地帶 就是指毫無樹木、建築物等遮蔽物的平地上脫北 不過報道指出 朝鮮士兵叛途區域的非軍事區北測 朝鮮軍隊近期正進行掃除地雷和荒地的行動 據報道分析 南韓軍方近期在邊境地帶放送廣播 對朝鮮士兵隔壁民眾進行生理戰 在該區域執行任務的朝鮮士兵也可以聽到 所以有可能這位朝鮮士兵 是受到南韓軍方廣播的影響而叛途 據《路透社》報道 特朗普8月19日表示 他如果再度當選 將考慮取消購買電動車的7,500美元的稅收底面 同時任命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將進入內閣或擔任顧問 他還說賀錦麗拒絕了他邀請的9月4日在Fox的辯論 8月19日 特朗普在賓州的約克市的競選活動結束後表示 他會考慮任命馬斯克單人內閣或顧問 特朗普說 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如果他願意 我當然會考慮 他是一個才華橫抑的人 特朗普還表示 他對撤銷拜登政府鼓勵電動車 銷售的7,500美元電動車稅收底面持開放態度 他說現時還不會做決定 因為他說他是電動車的忠實粉絲 不過他也喜歡燃油車 也喜歡混合動力車 和其他任何可能出現的汽車 原本拒絕當特朗普顧問的馬斯克 也在這次採訪特朗普時鬆了口 他建議特朗普建立一個政府後率委員會 來監督政府不要亂花錢 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通脹問題 馬斯克還說 我很樂意在這個委員會裡幫忙 而特朗普更是因言接受了 特朗普還承諾 如果當選並確保必需品的供應鏈 百分百美國製造 此外特朗普團隊表示 賀錦麗拒絕了特朗普邀請 9月4日在Fox的辯論 特朗普在真相社群發帖文說 他對這種結果並不驚訝 因為賀錦麗知道 要捍衛他現時的紀錄是非常難的 特朗普還說 自己已經同意做一個Fox的電視市政廳會 由看麗提主持 將在賓州舉行 細節將在後續發出 而特朗普也不客氣 將賀錦麗描繪成共產主義者 稱他為卡馬拉同志 據ABC新聞今天的報導 特朗普說 賀錦麗的父親 Stanford大學榮優教授 其知名經濟學家 魯哈里斯 是馬克思主義教授 他將賀錦麗調教得不錯 而賀錦麗將推行共產主義政策 美國廣播公司已宣布 特朗普和賀錦麗之間的首場辯論 會在9月10日廢城舉行 活動由美國廣播公司新聞記者 妙爾和戴維斯擔任主持人 中國航母近日又到了日本海 台海及南海等地 妖航挑釁 而美軍最近試射成功的導彈的威力 可以覆蓋中國所有領土 令北京彈寒 另外日本首相岸田雖然不連任 但專家認為 它在天下遺中戰上起到重大作用 日本防衛省發布消息說 17日晚間 中國075型兩棲攻擊艦 和052D型導彈驅逐艦 被發現出現在宮古島 東北方120公里處 經沖繩本島和宮古島之間的海域 駛向太平洋 如此挑釁之舉 完全在美日的眼皮底下 值得關注的是 商業內幕報道 美國陸軍與海軍 6月底在夏威夷 巧艾到太平洋導彈把場 已經完成一次遠程 超高音速導彈全程飛行測試 暗鷹導彈從夏威夷的發射場 飛到馬小爾群島試驗室的撞擊點 一共飛了大約3218公里 X帳號極光發文強調 如果美國在菲律賓 旅宋島部署 暗鷹超高音速導彈 那麼導彈射程 基本上覆蓋了整個中國主要地區 可以打擊幾乎所有的目標 而3218公里 並非暗鷹導彈的極限 它最大的射程 預計達4450公里 而且可以在明年2025年復逆 這個會令北京助立不安 美日在印太地區建立同盟 有力地嚇了中共的野心 日本在岸田的大領下 堵塞了東北亞多年的圍共缺口 日中關係專家謝文生對美國之音說 岸田文雄為日本留下的政治資產 不下於安倍晉三 雖然它不像安倍那樣提出橫觀的 引領國際局勢走向的自由且開放的印太戰略 但是它在防衛戰略上增加了反擊力 並將國防預算提高到GDP的2% 使日本成為維持印太穩定的重要角色 它還與穩石月有效改善了日韓關係 展現美日韓聯防抗中 迷捕了東北亞獻缺的防線 配合了拜登政府的圍共戰略 謝文生說 在俄烏戰爆發時 岸田還叫出 今日烏克蘭明日東亞的名言 立刻將中共企圖攻打台灣的野心 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下 一舉提升到台灣有事 就是全世界有事的全球境界層次 是非常了不起的 好 今天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 什麼叫做這些動態 我請教人 不介意 ulus 維持